新北市英哥有一家安全帽工厂在昨天发生了过高电压 直接导入厂内结果烧坏了所有的电器 而让这个店家比较生气的就是啊 东西都被烧坏了 那么老板就要台电的人来处理 没想到台电的服务人员居然要他自己解决 后来他气了 他说啊 如果再不来处理 我就要向媒体投诉 没想到这一话一出啊 台电就派人来检修 还承诺要负起赔偿的责任 工厂里头一片漆黑 员工还是低着头猛感进度 这家位于英哥的安全帽贸易公司 中午的时候突然发生大停电 然后满地的电话烧坏了 电脑和影音设备也全都不能用 票电的原因疑似是 宫店的三条电线中有一条 除了问题造成宫店不稳 虽然台电在下午已经派人紧急抢修 但投诉的老板提到他们的态度 还是很不满意 你害我 害我一些那个电器 那个事物用品都烧掉了 这个要怎么办 我要跟你们索赔 他说他们没有在索赔的 台电的维修人员一来到现场 手机就响着不停 似乎要以接电话来逃避记者问题 一定是会照着 虽然最后陈茂会负责赔偿 但得知民众向记者投诉 才愿意派人了解状况 台电前后太队差很大 真的让人难以接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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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